全美步枪协会1月15日宣布 该协会向美国破产法院提交了申请 希望通过重组获得债权人的保护 全美步枪协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到 该协会根据破产法第11章 向位于达拉斯的美国破产法院提交了申请 全美步枪协会表示 它将重组为德州非盈利组织 以退出其所称的纽约州政治和监管环境腐败 这个颇具影响力的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到 不会立即改变其业务或者员工 并将继续推进企业 对抗反对第二修正案的活动 促进枪支安全和培训 并推动美国各地的公共项目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保护了人们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去年8月 纽约州总检察长利蒂夏·詹姆斯提起诉讼 要求解散全美步枪协会 指控该组织的高级领导人 挪用数百万美元用于个人用途 并收买前雇员保持沉默和忠诚 詹姆斯在曼哈顿的一家州法院提起的诉讼称 全美步枪协会的领导人 为全家去巴哈马的旅行 私人飞机和昂贵的餐费买单 导致全美步枪协会的资产负债表 在三年内减少了6400万美元 由盈余变成了赤字 作为回应 全美步枪协会向联邦法院 起诉民主党人詹姆斯 称他侵犯了全美步枪协会的言论自由权 并试图阻止他的调查 诉讼仍然悬而未决 近几十年来 全美步枪协会一直是反对拟议 或者现有枪支管支措施的主要声音之一 全美步枪协会的行动 可能会暂缓詹姆斯的诉讼 重组可能会剥夺他寻求解散该组织的能力